打开极轴追踪,对象捕捉,对象追踪,右键,设置,设置对象捕捉模式为端点,圆心和焦点 打开极轴追踪选项卡,设置极轴追踪增量较为30度 打开捕捉和三格选项卡,捕捉类型选择等轴侧捕捉,确定 切换到,做轴侧面,启动直线命令,单击一点,向下追踪,36 沿-30度追踪,34 沿-90度方向追踪,12 沿-150度方向追踪,10 建立追踪参考点 输入追踪距离 捕捉焦点,确定 其中复制命令 显得对象,确定 指定,指定基点,指定基点,沿30度方向,输入距离 确定 启动直线命令 选拥捕捕捉拥捕捕捉捕捉捕捕捉捕捕捕捕捕捉,确定 其中复捕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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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复复制命令 选择对象 确定 指定基点 沿负三轮度方向 输入追踪距离3.5 确定 启动修剪命令 修剪并删除多余的线条 启动直线命令 建立追踪参考点 向下追踪16 沿负三轮度方向 捕捉焦点 捕捉焦点 确定 重复修剪命令 修剪多余的线条 系统复制命令 选择对象 确定指定基点 指定第二点 确定 启动修剪命令 修剪多余的线条 确定 切换到上轴侧面 启动直线命令 建立追踪参考点 输入追踪距离 沿210度方向 输入追踪距离 沿150度方向 输入追踪距离 沿30度方向 捕捉焦点 确定 启动植距离 启动植原命令 使用 等轴侧原选项 指定 原的原心 捕捉终点 捕捉这条线段的终点 输入原的半径 重复植原命令 指定原心 使用 等轴侧原选项 指定原心 输入原的半径 启动修剪命令 修剪 并删除多余的线条 启动复制命令 选择对象 确定 指定基点 向上追踪 输入追踪距离 10 确定 启动直线命令 补夺端点 补夺端点 确定 重复直线命令 补夺端点 补夺端点 确定 重复直线命令 捕捉员的向线点 捕捉焦点 确定 启动修剪命令 修剪并删除作余的线条 其中复制命令 选择对象 确定 指定基点 沿30度方向 输入复制距离 确定 其中旋转命令 选择对象 确定 指定旋转的中心 输入旋转的角度 180度 重复复制命令 选择对象 确定 指定基点 向下追踪 向下追踪 输入距离 10 确定 启动直线命令 捕捉 圆的向线点 向下追踪 捕捉焦点 确定 启动修剪命令 修剪并删除 多余的线条 启动 完成